看一下基本我这个资料库 问题里面的资料库 目前有无笔资料好了 那如果说我要把资料写过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执行 也是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担心说 可能会出错的话 那当然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那一样我们把它执行好了 我这边执 假设我今天要是要抓最下面那一笔资料的话 最下面那一笔资料 最下面一笔资料假如这个好了 或者把 看去换一下换这个称 换一个人 因为我刚刚有执行过 那假如说我要把它执行过去的话 那我可以在那个我们的VBA里面 一样去 把我放在云端上面那一段程式 新增单笔就好了 因为如果单笔可以成功的话 再去执行多笔 全部一起把它新增过去 那单笔的部分呢 因为我担心说可能会出错了 所以一般我习惯是执行之前的先设个中断点 停在这边一下 OK 那我就有不要放在这个sup里面 按下执行好了 那我意思就是我要抓那个乘叉叉这一笔 那你会发现A的话就是乘叉叉叉 然后B的话就是15158等等的这些相关讯息 一直到1啦 它的那个标准体重 那我就把它传给刚刚这个 这个利用ADO新增 那实际上这个动作是说把它传过来 所以因为这个sup将来会给 比如说我新增全部也会用到的话 那我把它独立出来 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共用程序 那将来只要透过什么 相关的参数传给它就可以了 那它做什么事 基本上 其实它做的事情蛮单纯的 就是这几行 那当然很多书里面 坊间的书里面 如果提到ADO 大部分都厚厚了一本 非常多的相关的 那当然其实我已经把里面 最重要你们可能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情 把它实做出来 那坊间当然也有一些 如何用Excel连接资料库的 它的程式也非常冗长 那我已经把它简化了 简化到剩下主要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需要做什么 先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是把我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好的那个外挂 这个ADO 先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后面的话呢 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物件 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叫open 那因为它是一个convention 所以convention就是可以连线 那连线到哪里呢 连线到mysega 不过特别说 这边有个driver 因为我们刚刚有装了一个driver之后 装完之后 在你的电脑里面 就会有这个驱动程式 理论上是如果没有装失败的话 前提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装成功的 这个驱动程式 那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装成功 其实你可以从那个控制台里面 有一个说叫做那个系统 这个系统管理工具 这个系统管理工具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叫odbc 倒数第二个 odbc里面 就会多一个驱动程式 预设是这边 切到驱动程式里面 如果你装成功的话 理论上就会有这一行叙述 买seql的odbc的unicode driver 这个 ok 一定有装 有这个东西 如果没这个东西的话 连线就会失败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会发现公司是oroco 其实他 这oroco 其实他自己有一套 另外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 他后来又把它买下 可见的未来这个 myseql 现在他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不过未来 有没有可能变成 要付费了 我觉得可能性还蛮大的 因为oroco 把它买下 ok 好 那如果这个有之后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驱动程式 去跟 那个 这个 myseql做连线 那我们来看 基本上后面就是 你的server的名称 server名称的话 预设 如果你自己连自己的话 就用127.0.0.1就可以了 或者localhost的这个名称 然后database问第一 那userID 的话user的部分就是你的使用者就入成 然后你的password就是你你刚刚改的那个名称 我去改1234 那这边后面有个option option3这个我是照网路上给的啦 option是什么 可能可以查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没问题的话 按F8 那这一行 理论上就连接成功了 就过了 ok 然后呢 再来就怎么样了 表示 有点像 ADO已经 他有点像接线生 他已经帮你跟 那个myseql连上线了 那连上线之后的话 那你要跟myseql沟通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就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那个 insert into 你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新增一笔记录吧 他听不懂 你要跟他讲标准的seql语法 就是什么 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然后table后面的话呢 就哪个资料表 后面哪些栏位 values 放什么东西 如果是文字前后要再带一号 如果不是就不用 好 他就把这个讯息告诉他 传给他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串在一个 就是变数 seql变数 最后怎么样丢给他 利用mycom 后面有个方法 叫做exql exql就是丢出去的意思 所以seql那个地方是 只是串 串一个seql语法 那真的丢的话呢 就是在exql那个地方 就把insert into 丢给myseql 这个时候myseql就收到了 如果你的insert into 里面的语法 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错 在exql那一行就卡住了 因为表示他听不懂 你那个给我的讯息里面有错误 他就不会接受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里面 只要有一个错误都不行 比如说资料表名称错不行 栏位名称错不行 资料格式不对 也不行 比如说那个里面 应该放文字 你给他放数字 他就不行 所以非常严格 那当然 你只要小心 反正小心再小心 只要传送过去 是他要的格式 他就怎么样 他就接受了 所以应该这一行 我可以执行过 isql ok 过了 那执行过了之后 表示什么 myseql他收到了 收到之后 也帮你新增进去 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跑完了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是 ADO是什么 从我们的这个韩式库里面把它叫出来 外挂上来 对不对 然后利用open的方式去找到驱动程式 找到那个主机在哪里 然后丢一个sql语法过去 那主要是这些讯息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全部把它执行过 他会出现资料新增成功 我有多增加一个magebox 那这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成功 其实就可以切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myseql里面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请你把它重新整理 本来只有 最下面是钉 或者是 多增加一个乘XX 那我就可以执行 重新整理一下 那这个时候 他会去重新再帮我抓一下 那个 他在资料表里面 到底有没有放 你会发现 重新整理之后 在这底下 就会多了一笔了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刚刚丢的 有没有 就新增一笔 那等一下的话 如果我要改什么 一笔可以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 全部 直接就丢出去就好了 所以等一下的话呢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全部丢过去 那全部丢过去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把单笔 有没有 拿来做修改而已 那其实单笔 怎么改成全部呢 其他你会把Ctrl C一下 那Ctrl V嘛 这边把它改成 新增全部 好了也许我这边的话 把那个 单笔名称改成全部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改什么呢 因为我要的 这个不是一个R 这一列 而是要全部 那全部的资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全部资料 是 For I 等于三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可以 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时候 会产生一个I嘛 那你可以把那个I 拿来去抓里面的资料 那抓完那个资料之后的话 再新增 跑下一个 再新增 跑下一个 诶 这样的话呢 不就可以全部新增了吗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前面 我们也用过类似的 所以你们可以 再到那个云端上面看一下 我云端上面呢 有放那个 全部新增的那一段程式 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也是一样 在那个问题01里面的那个程式 那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问题程式码里面 有那个全部新增的部分 只是跑一个回圈 把所有的资料呢 再全部新增 我想这个部分 各位先试一下 好了 先把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请不吝点